第22题 小雅有红牌16张 黑牌18张 混合后分成甲乙两堆 如果呢 甲堆比乙堆多12张 而且甲堆中的红牌 比乙堆中的黑牌多5张 甲堆中的黑牌 比乙堆中的红牌多几张 这一题 非常复杂 看文字的意思非常复杂 必须要 想办法把复杂的东西呢 把它变得稍微简洁一点 那这里面基本上就有两种 第一个叫红牌跟黑牌 两类 第二种叫甲堆跟乙堆 好我们做一个表格来看看 这是 好表格呢 制作像这个样子 红牌一共16张 黑牌一共18张 混合成甲乙两堆 甲堆中的红牌比乙堆中的黑牌多5张 那这时候呢 你必须要先假设一下 看你要是要假设哪一格里面是x 比方说我们假设 比方说我们假设 这个乙堆中的黑牌是x 那甲堆中的红牌比乙堆中的黑牌多5张 甲堆中的红牌比乙堆中的黑牌多5张 所以这里是x加5 好再来呢 再来我们就利用这个总牌数 红牌跟黑牌的总牌数 红牌呢 这个甲堆是x加5 那很显然的乙堆是多少呢 乙堆叫做16减掉x加5 那我们把它化减一下 化减一下就变成 这个负x加11 乙堆中的红牌有这么多张 11减x一样的意思 那甲堆中的黑牌有几张呢 黑牌一共18张 在乙堆里面有x张 所以在甲堆里面有18减x这么多张 好那这样子来算一下 算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直行的甲堆里面 一共几张牌呢 x加5加上18减x 你就发现x跟减x消掉了 剩下5加18 所以这里是23张 那这里呢 加起来是11张 总和加起来一共34张 没错 题目现在要问的是什么呢 题目现在要问的是 甲堆中的黑牌 比乙堆中的红牌 多几张 甲堆中的黑牌 在这里 乙堆中的红牌 在这边 这个比他多几张呢 要比多几张 我们就把它拿来相减 甲堆中的黑牌 假设我写的甲黑 比乙堆中的红牌 要多几张 就拿来相减就可以了 甲堆中的黑牌 18减x 减掉 以堆中的黑 以堆中的红牌 负x加11 把括号去掉 18减x 减掉负的 加x 减11 最后就发现了 这个x消掉了 剩下18 减11 等于7 答案7章 所以呢 选c 这个选项 刚才放过去掉 再装 去掉 并不足 里面 进去 小包 这边